她一路陪我走来 给了我真正的爱情 现在却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她在我面前 经常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但在别的男人面前 就贬向着特别矜持 还特别有女人味 如果跟她在一起 都要小心翼翼的话 那也太累了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在意我 根本没有一个女朋友 应该有的样子 她就是太敏感了 我觉得我对她也是挺在意的 现在我觉得 她跟我在一起是另有所处 这样的感情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 来自河北设计师 女嘉宾小影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设计师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要分手是吧 对 你不想分是吧 对 我不想分 来说说为什么要分手呢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快要一年了 我越来越觉得她 不把我放在心上 就是我作为她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该做的 就全都做了 尽心尽力的 就全心全意为她好 但是她作为我的女朋友 我感觉她完全没有 一个女朋友的样子 就是对我 越来越肆无忌惮 就是完全不顾虑 我的感受 我觉得她就把我 当成她的男闺蜜 或者是哥们一样 就完全 我感觉我都不是 她的男朋友 说说你举举例子 从一开始 我们俩就一开始 认识的时候 前半年基本上 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 都是在微信上聊天 有时候偶尔 也就是周末 约个会出去吃饭 或看看电影什么的 然后她那会儿 都表现得特别小女人 然后她说她是初恋 以前没搞过对象 然后她那种 就是声音 也特别甜 然后我也找到了 就是初恋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她 当时的那个样子 但是到后来 半年之后 她办了一个服装店 从那开始 她就各种理由 然后就是忙呀 这忙那忙 我跟她约会 我有时候约不上 她都推辞我 然后她跟我在一起 也经常就是 特别不顾及 自己的形象 也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就特别受不了她这样 就是说我们 最近就是这次吵架 吵得特别严重 就因为她又跟我那个借钱 就她这个服装店 就是又跟我借钱 好 当时这个月 就是工资也不多 然后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年轻人 你也都知道 都是跟月光族差不多 然后月末了也没有钱了 然后工资也没发 她跟我要钱 我就跟她解释 我说这个月 真的是特别紧 之前的积蓄也都给你了 你也知道 现在没有了 但她怎么觉得 她觉得我有钱不给她一样 她就说我变了 我不爱她了 我觉得这点事就这一次 你不知道 她原来都不是这样的 就打过过完年以后吧 因为之前找工作 也就感觉不太合适 我就想着自己开一家服装店 然后那会儿 当时租金缺钱嘛 然后我就跟她张口 张了一下口 要了大概有一两万嘛 她那会儿二话不说 立马都给我拿出来 那有啊 对啊 那最近一次就赶上换金嘛 换金那会儿 特别着急要钱嘛 就那一两千 我就跟她说了 然后她就以那种理由推特我 我就觉得 她应该就是不想给我出这笔钱 根本不是她没有钱 你说我之前给了你几次钱了 你之前跟我要的时候 我有推辞过吗 你第一次 就是她刚开店那会儿 确实是要了挺多 然后我当时也有点积蓄 大学兼职 还有最近工作 然后攒下的钱 她就是跟我 就是有点都不好意思张嘴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嘛 然后毕竟想以后也一直在一起 就是想好好的 我觉得我就应该帮助她 支持她创业 而这也为了我们以后好 但是 到后来再跟我要钱的时候 她就觉得 我给她是应该的 不给她就是我的罪过一样 我错了是一样 我突然不理解 你老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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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咱俩都在一起一年了 我打信任是把你当一家人看待 我觉得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况且咱俩出去约会看影 也有好多是我花的钱 你觉得我在在乎我给你的钱吗 我在乎你对我的态度好吗 第一次给你那么多的时候 我说什么了吗 行 明白了 这个态度是第一是对钱的态度 看出了你对我的态度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对你态度不好的呀 还有就是 就是有一次 我刚下班回到家挺累的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说店里边刚来货 然后需要我去帮忙去给她搬 然后我二话没说 就直接跑到店里 然后去给她搬货 我刚一进门 她就说 哎 来了 把那些货还搬在仓户里 跟以前一样 就一点都不寒暄我 也不关心我 我说工作一天了 你累不累呀 然后又从家赶过来 要不要歇会儿喝点水 然后再去干活 然后让我去搬东西 然后她再跟别的男的在那聊天 还聊得特别开心 表演出那种状态 特别优雅 特别矜持 然后特别有女人味那种 就是她一开始 就是我特别喜欢她这样 但是后来她只对别人这样 对我根本不这样 那你也看到了吗 我又不是说跟她搬那瞎聊 我是在谈工作上的事吧 顾客来店里买衣服 她是来送钱的 我肯定好太多对她嘛 聊天我忍了 那你为什么根本不管我 你跟她出去吃饭 你把我撂在店里 你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都想把搬到仓库里的货 再给你搬出 让你自己再搬回去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我是想跟她出去吃饭 我跟她出去吃饭 还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 我还要跟她陪着笑脸 说着好话 那你觉得我乐意啊 我还是不想着 有了她这些固定客户 然后以后更加多 对咱的服装店也好 对咱俩生活也好吗 可是你为什么就理解不了我呢 那个男的约她吃饭 她都痛快地答应了 就是我有时候约她吃饭 她都推辞我说店里忙 然后而且就是 一开始跟我在一起 她根本不这样 跟我出去吃饭 都一心把精力放在我的身上 当时表现的也特别优雅 就是有时候吃饭 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吃 都不敢大口吃 就生怕就影响 在我心中的形象 那后来她变成什么样 来了之后 吃着饭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然后看电影也是 有的时候饭吃到一半 接着电话走了 把我自己撂倒了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她 哎呦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跟我在一起吃饭 就在外面吃饭 打嗝 放屁 扁的嘴 根本就 哎呀 不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就我都想坐着她旁边 跟别人一样 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她 我都不想说 我认识她 那你是我最亲的人 我在你面前 还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掩的吗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我就是以这面目 就是特别最真实的自我面对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你难道就喜欢那种 带着一张面具 跟演生活电视剧那样 那你跟我再 等一下 你们是坐包厢吗 不是 不是坐包厢 那临桌的人可倒霉了你 她那么夸张 我根本哪有那么倒震 而且我觉得 也就跟刚才老师说的 在包厢里 或者我俩在家 她怎么样 我也不会说她 就是有时候跟我出去逛街 你说现在哪有女生 出去不化妆的呀 她出去不仅不化妆 有时候都不洗头 你知道吗 我长得有那么丑吗 素颜见不了人啊 哎呀大街上 你头痒了 她上去就挠挠挠挠 挠完了 头皮线就抠扣 完了就往开弹 哎呀 这种行为 别人看着特别不舒服 你说这种小事 这很随意的 那痒人了 就像挠一挠 那你难道你没有的时候吗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把 就一把那小事来扩大化 来扯到啊 你觉得我不在乎你那种 那次我领她出去跟我朋友吃饭 然后我朋友就调侃我 说哎 你带的不是上次那女的呀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我都开始我一段新的感情了 我带我新的对象来跟你们见面吃饭 你们就这么说 让她怎么想呀 然后我觉得她还会特别不高兴 然后扯开别的话题 就是帮我圆这个场 然后她什么行为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她嘻嘻哈哈的坐到我朋友旁边去八卦我的前女友 问我之前的感情怎么样 好不在乎我的感受 她这种行为 我觉得让我朋友就认为 我对她就是特别无所谓 好不在乎我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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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想到你这样跟一个男客户走了 他心里不舒服吗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到 对 其他我不知道 比如说什么机场接人 没接发短信说我有事走 我觉得不算大事 也许粗线条 也许就当时工作确实着急 但是这件事情 我可是真的觉得 你没有那么在乎他 你跟一个男客户去吃饭了 男朋友还在旁边 至少可以邀请他一下吧 你邀请他一起去了吗 没有 那你考虑过他一个人 给你搬完东西 就在这儿了的感受吗 当时没有想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在乎他 你喜欢他什么呀 现在还 因为他是我初恋 好多事情他都帮着我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 真心对我好 真心爱我 而且我对他也是 就是真心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 就是他老老实实从来也不像别人那样花心 而且还一直帮助着我 一有事情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过来帮我 所以你很知道他对你的好 由于这份他对你的认真踏实 所以真的你有时候就想不到他 你可能在这个阶段觉得爱情 没有你的事业那么重要 这是往好了想 所以你没有那么在乎他 但是我特别担心的是 你亚科就没有那么的爱他 所以才在很多细节上不在乎他 人家说女为悦己者容嘛 你们才是恋爱阶段 你就变成一个 不是特别在意和他在一起外星的女孩 可见你心里对他没有多么在意 小伙子我想说的是 你要真的爱一个女孩 她化不化妆都是美的 尤其是她不化妆的时候 你应该认为她更美 因为那是真实的她 如果你只喜欢她优雅的时候 化着妆出门的时候 那你是虚荣 女朋友是用来给你面子上增光的 天才的 你觉得她素颜好看吗 我觉得 不好看 还可以 还可以为什么不能出门啊 素颜都漂亮才叫真漂亮 我感觉她 就跟不尊重我一样 跟别人出去上班啊工作 她都化妆就跟我出去不化妆 因为我是她男朋友啊 但你有没有换个角度想啊 就是因为你是她的男朋友啊 所以她才把最放松最自然的面都给你啊 每天化妆见人应酬已经很累了 跟你在一起还要化妆啊 谁说女人一定要化妆出门啊 所以我觉得你对她的喜欢是真喜欢 但是掺杂了很多那种小男人的虚荣啊 好面子啊 实际上爱一个人 并不是她怎样对你 而是你怎样对她 所以我觉得你的爱也不纯粹 想想这个人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想想我以后就是要牵着素颜的她 就是要看她随意任性在我面前 怎么丑怎么拉她 能不能做得到 能不能去感受她的所有的感受 多在乎她一点 你能不能做到 如果做不到 咱冷静冷静 就可以寻找下一段恋情了 先放一放吧我建议 谢谢 先问你问题啊 如果你说她都改了 还愿意跟她在一块吗 愿意 你们两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大男子主义 嗯 你想找个小女孩 小鸟依人的 依恋着你 结果本来以为她是 结果没想到她是个女强人 她是一个在努力 让自我更加强大的一个女人 她不是你当初想的那个类型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你是否能够接受一个女人 也可以自己去创业 甚至于她把主要的经历 甚至于以后结婚之后 主要的经历都放在事业上面 你愿不愿意做那个支持她的人 就那么简单 对于你来说 我其实没有太多话跟你说 唯一一点 她纠结钱是 你写一张欠条给她 不是男朋友就一定要支持你的 就这样 你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在自己的爱人面前不拘小节 展示放松的自己 和纯粹恶心别人是两回事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男生 都不希望自己的爱人在自己面前 天天抠鼻孔 搓脚丫子 即便是几十年的夫妻 你老这样也不舒服 你得照顾一下别人的审美 和一些卫生习惯 我倒不认为你是刻意而为之 只是你太不注意了 那么即便在自己的爱人面前也是一样 两个人再好 他也不是一个人 他是独立的两个人 对不对 所以基本的卫生和习惯 还是要注意的 你说呢 对 我非常欢迎有些人 不要在自己爱人面前装 应该更自然 这并不代表你会有不好的卫生习惯 第二 经济方面有点融合的太早了 我曾经原来说过 如果做不到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做不到你的是我的 我的是你的 结果就是你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这是不对的 很多事情如果你不记账 你不分清楚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最后混到一块 一共是多少呢 你看不清楚 你还只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你无权去要求 他一定要在经济上赞助你 你明白吗 明白 其他的倒没什么 你就这孩子太不长心眼了 但是你有一个优点 你真的是无心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比他 更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你觉得这样把他的那些习惯 至于众目亏亏之邪 对于他来说是 你会让他做不到 你知道 你还可以让他 你这么说是 你他们的 我编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生日嘛 我那么精心准备 你也特别感动 对不对 的确我的那些行为习惯 有可能是应该改一改 可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我是真的挺喜欢你 而且心里是在乎你的 而且我毕竟是 有可能是因为初恋 我不知道我的方式 有可能让你就是我接受不了 毕竟你都谈过几次恋爱了 可是我是一个新手嘛 你必要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自己去改变 你说的那些我也愿意去改变 我想请你好好想想 我不想跟你分 我也没说你有多大的毛病 可能只是这些生活的小习惯嘛 如果你多在乎我一些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谢谢两位啊 请回 来 好了 我们就看了这么一段恋情 来 请关门 男生觉得女生不太重视 她的感受 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 其实挺好的是 我不憋着 我觉得你不重视我的感受 我就告诉你 我们找一个地方来 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这种改变 其实是互相互动的一个结果 不是一个单方面 说谁改谁就要改的 所以我问你一下 你真的愿意改吗 我真的愿意 再说一遍 你真的愿意改吗 我真的愿意为你改 这叫有钱难买愿意了 那一看这就很不舒服 来来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图 有请 是一被试 纯的爱 放心爱 一被试 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梦雨 陪你叹息的枪梦 想我一场心意 不要再轻易 把我绑紧 两颗心一半 好 请亮灯吧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曲 谢谢两位 请回